月聲悠揚 時而慷慨 時而低沉 把初始表的意境發揮得淋漓盡致 另外一首刻調狂翔 展現截然不同的風格 把客家裝的元素放入二壺當中 令人驚艷 獨奏的曲目叫做客調狂翔 然後是用客家的素材寫的一個作品 加入一些我在大陸的一些學習的經驗 然後讓這個整個演出更加的豐滿 其實它在這一首曲子的前半段 有時候我們會聽到有一種哀傷的一種感覺 那其實這種哀傷的情境 其實就是它憂國憂民的一種心境 也如同岳飛一樣 就是說一個偉大的愛國情操的一個展現 那所以這首曲子我在演奏它的時候特別有感覺 曾經多次獲得台中市 結出演藝團隊的文紹軒私主樂團 團員借來自中部各校音樂班的名師 以及青年精英演奏家 9月1號他們即將在台中中山堂舉辦一場 馬卡道狂翔曲的音樂會 馬卡道是台灣原住民的一支 其實它隸屬於平埔族 那分布在高雄屏東一帶 就是鳳山巴社 傳統師族講究的是 顯力優美線條很清楚 那這種原住民音樂 你會節奏到好像就是一種舞蹈性 一種律動 這種東西會比較多 在每一年的音樂會安排當中 我們都設計了合奏、獨奏、小樂隊的曲目 那我們是多年來 榮獲台中市優良演藝團隊的演奏隊伍 所以在個人技術方面 都是一時之選 這次的曲目有搖擺打板城和出師表等新編曲目 也有馬卡道狂強曲和妙城等首演曲目 當然還少不了像是些洋路張布江2 以及騎著毛鯉去趕幾等經典曲目 讓中部地圈民眾大包而服 記者裡講的鐘才會到